每日福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福音 我是韦韦 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一周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 福音经文在《玛德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听过这句话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报恶 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 你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他 如果有人控告你 要取去你的内衣 你把外袍也给他 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就走两千步 凡有求于你的 你就给他 想跟你借贷的 你也不要拒绝 我们常常会听到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或者是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还有就是 此仇不报,非君子等等 这样的话 其实这些话的背后 都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反映 人渴望获得正义 然而这些话语背后 期待正义的心态 却是十分消极的 而且还有一点点 以暴制暴的感觉 人的正义 若包装成自私的报复 只能够获得短暂的和平 因为居于弱势的一方 等他蓄足力量之后呢 又会东山再起 这样一来 暴力的恶性循环 就不会中断 而仇恨和愤怒 也无法消止 耶稣深植我们的本性 因此教导我们 不要以恶报恶 最后 他自己也以十字架的爱 和宽恕 终止了暴力循环 带来真正的平安 更彰显了 天主的正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听完今天福音之后 对您有着什么样的启发呢 每日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园 每日福音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明天别忘了继续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